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最适合散步的存股术 乖老子教你用ETF稳稳赚线上课程 这次我们来到第三单元 想要请大哥谈谈 现在许多投资人都喜欢存股 那么比起存股来说 存ETF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 没有错啊 其实存ETF就是我所谓的存股2.0 也就是说我们讲说你存股是存什么 台积电也好啊 然后中信金或者是一三金 这个就是我在做这个存股 ETF呢 是不是我们讲说最简单的 大家最喜欢的0050 它就是存台积电红海那些50档的股票 那这跟存股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不是也是存股吗 对不对 只是一个是专家帮你挑 另外一个是呢 你就得自己来啊 哦你要去研究这个产业前景是什么 你要不要去读一下它的那个财报啊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关心一下 它是不是会有客户被人家拿走啦 定案被拿走 然后或者是说研发团队 有没有被挖走 对不对 所以等于是说 你要自己去研究产业 自己研究财报 你要做很多的功课 你甚至也还得去看盘 可是呢 如果说我们买一个ETF 那你只要你就可以笨笨的买着 放着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了解 所以我们在讲说 我如果买那个台湾的那个指数 最终台湾加权指数的股票 那你买到的就是什么 台湾的证券市场 了解 是不是简单多了 只要台湾的经济它成长 然后这些公司一家比一家 还要赚钱的时候 你这个市值 它就会一路的一路的往上 所以我们只要去看说 台湾加权指数的 它的报酬指数 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路的往上的飙升 目前来讲的话 它的年化报酬率 你知道有将近多少吗 多少呢 每一年10% 等于你这么审视的投资法 你还可以每年就赚10% 没有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根本不用去去选股 你不用去选 然后你如果说存个股的话 你要去挑对不对 还好挑 要挑好股不难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该换 它现在这个月月季掉了 这一季掉了 你要换吗 这是个难题 这很难 也就是说 要挑存股 个股 要挑不难 但是你要换的时候 这是一个大讨厌 好 那我们买ETF 你不用挑吗 刚开始要挑了 问题是什么 那些专家已经帮你挑好了 没错 专家是谁 专家就是那些指数公司 对不对 像比如说 你买0050 它就会帮你找市值前50名的 对不对 是 然后呢 如果说 谁的表现不好了 那么它的排名 是不是就会落后在50名之外 对 所以就会被提出掉了 所以 它有那种太旧换新 然后是市场帮你淘汰 专家帮你淘汰 所以 你干嘛 人家已经把你都已经该换的都换好了 你有必要在那边说 我要找哪一档再来换吗 什么都不用 比较起来 存股跟存ETF ETF其实更适合一般大众的投资方式 那当然了 我们在讲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财经背景 然后你也没有时间看盘 是 投资ETF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整体来讲 ETF 投资ETF 比投资更 又简单 又方便 然后呢 获利呢 更稳健 那在风险上面是不是也比较低一点 那当然了 因为从股呢 你就顶多只有两三档 或者是顶多十档嘛 好不好 已经够多了 但是我们在讲说 从资产组合理论里头 就是说 如果我的股数 大到一定的程度 基本上大概讲说 大到三十档以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所有的ETF 几乎都是大于三十档 三十档是一个数字 那资产组合理论 意思是什么 这个不是只有一个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而已 不是说全部 不会说全部打破 不只是这样 而是什么 三十家公司的里头 它的获利 今年可能某一些公司 它获利会比较高 某一些公司 获利会比较低 如果说他们的都是在平均值上 平均值 我今年比平均值好一点 然后某一家比平均值低一点 所以他们一刀一滴 是不是就可以相互抵消掉 没错 所以 就是高低抵消后 剩下就是什么 平均值嘛 对 所以如果平均大家都赚钱 只是高低不一样 那你把三十档五十档组合起来 那么这些因素是不是就抵消掉 像比如说很简单 我Apple来台湾下单 今年不是没有下给鸿海 下给另外一家 所以鸿海是不是就会比平均差一点 另外一家就比平均高 对 对 你如果说持有的是一篮子的股票 在三十档以上的话 他们这些波动呢 就会不见 所以 投资ETF比那个投资客 有太多太多的用力 所以听了乖老师老师的讲解 我们可以更明白 存ETF其实要比存股 是更能稳稳转 是长期投资更适合的工具